比方说LV所有的金属件 它都是由参入黄虫制作的 所以它的颜色是固定的 像黄虫那种金属色的颜色 但是一般性假的包 它的颜色会比较泛黄 而且它那种黄是很不自然的 越黄越是假的 对 而且越亮越是假的 金属配件是识别包包真伪的关键之一 现在你能看出这两个之中 哪个才是真品吗 因为LV的皮皮它是最出名的 哪怕在不使用的情况下 接触空气它就会所自然变色 其实和人的皮肤是一样的 但是往往很多假的包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 它只是颜色的配皮方面 它有一点自然的 就像那并态的发白那种 一般性的话 像LV它原型的这种配皮的颜色 都是很密色的 很均匀的 偏白的 全新的时候 然后假的时候 它就是一种很苍白的白 然后其实我们从它的彩线方面 可以看出 完全不一样 对 它的所有的线头 都是朝一个方向固定的 但是假的 做不到这个工艺 所以会差别很大 LV一般性 它所有的包的刻字 都是成统一的字体和规范的 像这种假的 然后你看它的字体 和原先真的都会有区别 除此之外 大标美之包出身年约的唯一产品编号 也是识别包包真纹的重要线索 记住这些妙招 相信我们也能成为初级鉴定师了 如今 二手包置换受到了越来越多时尚人士的欢迎 但这样的一买一卖 究竟合不合算呢 先来让我们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就我而言的话 我觉得很合算 因为如果比方说 像你喜欢用一个新款的包 然后在市场上 就是说在国内专柜贵购买的价格在一万块 然后你买一款二手的 比方说在九成星左右的 它市场价格只在六千 因为它是旧的 然后旧的包有一个好处 用新的包你使用过以后就变成旧的 但是旧的包用完了以后 只要你当心一点 不会更久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花最少的钱 不断再换新品 换最新的款式再用 店里的名牌包包少数有800只 而总价共是高达七八位数 大到天价手带 小到包包倾斜工具 店主都能谈上一点自己的心得 星光闪耀的名牌包包中 哪个更受欢迎 哪个又是永恒的经典 不如让店主推荐一下 这款包就是说是国内新章 真会已经就是说不对外卖的 然后就说它是接受VIP订货的款式 其实这款包在欧洲市场上来说的话 它是早秀款 也就是说只有在秀场上才会有的 这款包就比较有说头了 它其实的造型是仿造Chanel的购物袋 也就是它那个最经典的纸袋子来做的 现在欧洲市场上很多专会都已经卖到断货了 它的市场价格在国内是两万人民币左右 然后它是以全牛皮制作 整张小牛皮制作 然后包括里面的材质都是以最顶尖的帆布制作 别被国际大牌的昂贵价格吓到 精明的女人依然能用最少的成本换进时尚花样 每次其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很多嘉宾都特别有收获 下个节目马上就去逛街了 关键你得打折呀 但是你看我们经常逛到的新乐路 那不仅是小资潮人或者说是五米路人 都能够在那找到自己的心爱的潮流之选 像这个杰克中古屋 这些二手包的买卖 我感觉还是挺推动大家 我觉得这个市场觉得有为什么呢 我觉得女孩子买包天经地义 你买的多了吧 你不可能所有的包天经被他身上吗 总有不喜欢的想淘汰的 反正卖了流动资金又回来了 又给你买新包了 而且已卖掉的包 有可能还成为了别人衣柜里面的心爱之选 因为经常就配着衣服就走了 对啊 一举两得了 对而且新的路上面有些店是咱们一眼就看得到的 那是门面店 相信你我都曾经逛过 但是呢 有些店咱们都错过 什么意思啊 就逛不到 逛不到 嗯 既然是个店 会逛不到吗 对逛不到那还是店 对吧 感觉是自己家 好像很隐蔽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但就告诉你 这是一家特别神秘 特别奇妙 特别隐蔽的家 说呀 到底人家 卖个关子吗 还是来看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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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